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元生 現在那個季節就開始轉好了 亦都是一些長跑跑步的比賽 就開始舉行了 我身邊都很多朋友參加這些比賽 大家都覺得跑步也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不過唯一就是經常都會傷膝頭哥 究竟這個說法是否正確呢 其實這個都很多人說 一直都有說 我身邊都認識很多朋友 是長跑家 長跑家即是會參加馬拉松賽 我也認識很多這類的人 普遍來說他們的身體當然會好 跑這些長跑不是簡單的 能夠肯做的人通常身體都會好好的 但是有一種說法 有些人都經常這麼害怕 這些馬拉松賽跑這場跑當然是好 對心肺運動、對一方面的體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唯一一樣東西我怕 很多人這些長跑家 結果是傷了膝頭 搞到關節炎那些出現 對 傷膝頭這個問題 有些人就說 結果年紀大的時候多病了 膝頭關節痛 所以到底那個真相是怎樣呢 可以說的 一直都沒有定的 大家有這樣說 但是結果是怎樣呢 好有趣 最近在1917年6月 美國有一個 剛剛去年2017年是嗎 對 2017年6月份 有一個國際很出名的醫學雜誌 這個叫做骨科與運動物理治療雜誌 英文叫做 Journal of Orthopedic and Sports Physical Therapy 簡直是JOSPT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出名的國際雜誌 根據這個雜誌 經濟跑步者的關節炎發生率是13.3% 十個裡面都有一個出現問題 但是狗座不動的人群的關節炎發生率是10.2% 嗯 都高 不動的人群的關節炎發生率 不動的人群的關節炎發生率 十個有一個 比起碼那些精步的人群的關節炎發生率 比賽的人群的關節炎發生率 但是健身跑步者的關節炎發生率 就僅為3.5% 大家搞真點 去跑步和比賽那些 很明顯他們是傷的 大家看香港很多些 中國有一個很出名的跨欄運動員 他們經常傷了 結果有於不好 很多這些問題 即是經步的跑者是高的 13.3% 但是你不動什麼都不做 都會有10.2% 但記住 健身跑步者的關節炎是3.5% 即是說你是為健身 即是來做出這些運動 不是去跟人比賽 鬥那些 那些 這個就非常之是3.5% 即是說 過量或者高強度的跑步 可能會引起 引發關節炎的問題 但對於普通健身跑步的人來說 跑步是有利於關節健康的 大家聽不明白 其實我們以前想想的 其實都對的 因為我們真的見過很多人 去參加這些比賽 然後就傷了膝蓋 大家都有這些聽聞 可能朋友之間都有的 但我現在講的 其實不是代表跑步不好 跑步好的 但是是一個適量的跑步 適量 好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研究 它研究了11萬人 建議每一週跑步量的上限 是92公里 一週 一個星期裡面 是92公里 這是上限 你不用一定去到那裡 好了 這個結論是怎樣來的呢 是一個根據一篇叫做匯水研究 就是一個很大型的 集合很多很多方面的研究 這個所謂的匯水分析 指科學家裡面的系統科學全面地評估 他都針對同一個問題的研究論文 而將那些質量不高 或者不符合條件的研究 就除掉了它 再將這些高質量的研究 借助了一定的統計學的方法 進行整合評估 最終得出的科學結論的建議 這篇文章是由一個美國、加拿大、西班牙 和瑞士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團隊負責的 他由25項總計有12.581人的研究裡面 選取了14項 選取了14項 然後選取了25項 有些不好的就選取了 好的就選取了17項 人數都有11.429萬人 好了 研究就做了這個所謂匯水分析 研究發現只有3.5%的健身跑步者有塞蓋或者寬部的關節 不論男女都是這個數據的 而這些喜歡坐著不跑步的人 10.2%的人有塞蓋、塞頭隔或者寬部的關節炎 而這些參加競技跑步的人 就是經常參加這些大型的和近年專業水平的運動員 這個失蓋和寬部關節炎的發生率 就稍為比平時人高一些 但也不算特別高 只不過13.3% 什麼都不做事 坐著懶的人 懶的人 只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 那些 麻雀的就是10.2% 高一些的 好了 研究人兒就跟著主書 長延的健身跑步者 長延的意思是十年到十五年 甚至更久的 是一項健康的鍛鍊 對失蓋和寬關節是有好處的 狗座或者不跑步的人的 膝蓋和寬關節炎會提高 而過量和高強度的跑步 亦都會引發關節炎的問題 他建議量是每周跑步的上限下的月 是十二公里 十二公里 你可能這個上限下 有些人每天都跑少少 十多公里 也挺多的 都跑到十多 所以這個作為上限 好了 接著有其他這篇文章有說 很多人認為 跑步健身 或多或少對關節有問題 索性不運動 以為減少關節的軟骨磨損 能夠保護關節 實際上這是一個誤驅 譬如一件事 一輛車停在車房不動 其實是否代表愛石的車 其實不是 其實要經常去使用 是比長久不用的 車反而容易壞 因為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個同學 他有一輛車是開車的 但是在學校裡面 大家住在一個小學校 大家住在一個學校環境 其實很少需要開車的 我記得他跟我說 他一輛車經常要去維修 維修的時候 人們就跟他說 這輛車用得太少 你應該… 因為它是一輛大車 他應該去公路那裏衝一下才行 所以發現 其實如果那輛車… 香港很多這些問題 香港人開車是有時周回鎖一下 很多車則放在車房不多用 反而對那輛車是不好的 有時你去機場那裏 或是去迪士尼 衝一下 對那輛車的保養都更加好 我很记得在很多年前,我读脊医的时候,在加拿大 多仁多医学院有一位骨科教授写了一篇文章 我刚刚看到这篇文章,他说我们人的关节 如果我们人因为骨头受了伤或者断了,要打石膏 打石膏之后,很多时候关节就固定了不移动 结果发现,因为你固定了关节,不让它移动一段时间 当你那个石膏脱了之后,关节其实退化得很厉害 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令到你的关节康复 其实很多问题是我们处理的断骨,骨折的问题 把关节打多石膏,其实是更坏的 我们记得,我们以前经常听到 很多香港的足球队的运动员 经常有亲事,转身骨就不会看西衣 它是看跌打的,分别就很明显 一般正常常规的西衣骨科做法,都是帮你打石膏的 让它拱固了,让它不可以移动 让它的骨折是不要再移动,希望它能够活得 而跌打方面,可能石膏方面就不太着重 反而是多了很多按摩,跌打的手法 他们觉得康复是更加快的 当时我在赤衣读书时,有一位教授 他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主任 不过退休的,是一个解剖学的主任 很出名的 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经验 他很喜欢行山 他有一次行山,例如高高大大那些 好像苏格兰人那些 他有一次行山,脚出现了March Fracture March Fracture,即是脚的骨刀刺成裂了 因为他走得多,刺成裂了 March 即是做捕粗 很多士兵要经常捕粗,似乎会出现这件事 他当时也是被人打了石膏 结果他觉得很不妥 他很快就把石膏割掉,扔掉 他继续这样走 他说,他的脚非常之好 如果他当时不是这样做 他打了石膏之后 可能他的脚长时间退化了 因为关节不动是会退化的 可能会更差 他经验说,当时我这样做 我就康复得很好 这个是刚刚是同时 我们多伦多大学的骨科教授 就出了这篇文章 他做过研究 他怎样做呢 他帮那些白兔子 先绑着白兔子的脚 即是他没有伤的 把他打石膏 六个礼拜之后就帮他脱了 然后白兔子的关节 从此就永久性受损 你能看到 其实这方面的资料 大家都略略都有一些眉目 就是关节是要移动的 所以在脊椅方面 我们很强调 我们脊椎的关节 是要有正常的活动才会健康的 如果有关节是受了障碍 或者夹实了 其实会影响整体的健康 脊椅方面是很强调 也有很多脊椅 都专长在那个运动创伤波 这个就是看到 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经常的运动 能够令到关节软骨 经常受到那种适当的刺激 促进身臣代謝 这种令到关节的滑液 才能够在关节里面到处流动 引发润滑和提供营养的作用 相反地如果你整体不动 关节里面的滑液 没有办法充分流动 起不到润滑作用 令到关节周围的肌肉组织 会日渐衰毁 久而久之关节就失去保护力 关节損伤的机率自然会增加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另外一位中国的运动学教授 是说出这个原因来的 当然了 另外有一位又是浙光省的 人民医院规科主任里面 运动科的副主任也说 当然引发关节炎有很多原因 当然有时候是那种叫做免疫系统 或者是不明来因的 免疫系统引发的那些 比如雷丰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椎炎的关节炎 以及一种叫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的关节炎 绒毛是一个关节里面有滑滑的东西 这三类都是属于免疫系统失调 这不是一个磨损或运动做出来的 但是当然其他的关节炎 多数跟运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平时不运动的人突然间活动 偶然一下 突然间要做些搬重的东西 或者很流行 平时都没有什么做的 突然间搬重一下就扭伤了 骨骼、肌肉、印带、软骨结构的组织协调性 和运动稳定性可能不够 往往就会造出所谓运动的损伤 但是经常跑步锻炎的人 只要不要过度对关节的血运、软骨、韌带 和根健的营养都有帮助 所以相比较来说 关节炎的出现率可能会减低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这一节时间我们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再继续今天的自然疗法御理 今天的题目是 跑步到底是否相不相失概呢?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均3w.naturalhialing.com.h 欢迎回到第二节 欢迎回到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是 跑步到底是否相失概呢? 袁先生,上一节你解释了给我们听 正常的健康跑步 其实就不会伤膝头哥 不过有些朋友也是这样 每次他们跑完之后 都觉得膝头哥很痛 这个又关不关到关节炎的问题?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是 他都告诉你,每次他跑了之后 膝头哥很痛,是不是关节炎? 其实这个主要原因是 平时断力不够 偶尔去跑一下 出现那个 我叫奔前压力过大 就是奔骨 奔骨就是Patella Patella就是膝蓋骨 就是菠萝蓋骨 你平时不动,不多压力 突然之间就用一下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其实造成某种程度的酸脏和肿痛 首先,这是关于一种关节的水肿 如果不注意休息和保养 就会造成关节的损伤 其实呢,在运动方面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自身免疫,出现几种类风湿性 或者强直性的脊椎关节炎 和一种永无有关的炎症 这种自身免疫是不同的 一般是导致膝蓋痛的原因 很多的 譬如半月板損伤 半月板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 有一块软骨 即是一个cushion 你看到是一个半月的形状 两边左边右边都有的 有时候是损伤的 可能是裂了 可能是磨损 还有就是滑膜炎 或者是斑剑炎 或者斑下脂肪剪炎 斑剑炎就是我们的 就是膝头骨后面 你摸膝头骨后面 是不是觉得有股脂肪涌 有一块肌肉在 其实我们的关节 除了骨头,软骨,半月板,滑囊 其实有很多脂肪涌在 有时候这些肌肉是因为不尋常的磨蝎 就会产生不同的炎症 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尽量了解这类问题 当然,半月管的损伤 有些是斑剑炎了 斑剑炎之后 很明显地 它就会发现那只脚走路 一直卡住 就是动到某个地方 卡住一卡住 这个很明显是半月管的损伤 在西医的角度来说 如果这种情况是长期出现 它唯有是开刀的 将脱了出来的 或者裂开了的 分离了的半月板 是用手术来做好它 但其实呢 现在遇到这种东西 都不需要急于立刻去用手术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保守一点的治疗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 即是怎样去保守治疗呢 是这些很多问题 都可以不需要用手术的方法 当然手术是一个有风险 也有些人真的磨損得很厉害了 直接把膝头的关节换了 是否有什么必要呢 通常呢 始终我们的立场来说 你拿手术去代替了 拿一些所谓的不手钢去搞 其实这个都不是真正治疗的 真正治疗的层次就是 把你本来受损的器官 是康复它正常运作 这叫真正治疗 拿把刀将它割了之后 将它换了其他的关节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真正好的治疗 起码不是一个好的治疗 因为始终呢 能够用回自己的器官 是会运系性的 是没得用的 要找其他人代替了它 好了 通常这些都是这些运动 过度强度的负荷 引起转转骨和这方面的损伤 所以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有些人都困要很久 譬如有些人会觉得它用不了力 就是觉得它走路 就会一声好像没了力 那些很明显 因为里面是有些半月板的损伤机会大一点 因为身体很特意的 身体有个智慧的 如果你那边里面有些结构是有问题的 它就不会让你用得那么准 那你半月板的情况有时都是这样 它卡住了一个不正确的位置 那你踩下去呢 其实它会更加弄损它 那你身体的自然就会令你立刻没有力 法软体就立刻好像不想动 那其实里面是真的有事的 那任何的损伤呢 身体都企图保护你 当你法力发生不好的时候呢 它就出现法软体了 那其实这是一个保护的方法 那当然每个人的膝关节 那个骨骼的强度啊 骨骼的强度啊 肌肉的力量啊 体重啊 下肢的力的力线那方面呢 在奔骨的程度呢 就是高度都不同的啊 那所以呢 对一些运动强度或者内受能力都不一样的 那如果一个人的关节 那个失关节呢 只能够忍受到20公里持续的奔跑的运动量呢 而价格要跑30公里呢 那当然呢 这个便很容易造成那个关节的损伤咯 那这样 那当然呢 人体是有自己的那个维修的能力的 那轻微的总痛或者损伤呢 通过休息保养呢 自己当然自己会康复的 那但是呢 不过呢 如果是长期那个那个 那个超负荷的运动呢 那膝头的那个软骨呢 尼不及修复呢 日积月累呢 就会造成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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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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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累性的 就是 即是 即积累成疾了 那也都可能导致呢 是 局部性的 的远骨 那个那个远骨软化 或者破裂 令到远骨无法维修呢 就会出现呢 是关节退化 有化那个那个 那个关节 炎 那就是 那就是说呢 你 當然身體會盡量去康復 但如果你沒有製造一個好的環境 給他適當的休息、適當的活動 記住,不要說不動不動,不動其實是不好的 現在很多時候最大的問題 很多人遇到這個問題,就會用消炎藥去攪拌 用消炎藥、止痛藥,其實是很危險的 為什麼很多人,結果都要被人換了關節 肯定這些人之前不是沒有看醫生的 只不過他用消炎藥的方法,強行騙身體 因為炎症是身體用發炎來醫病的 你強行用消炎藥,什麼是止痛藥、消炎藥 其實令身體一個訊息,遮蓋了身體保護的訊息 結果你就更加不理它 還有發現很多止痛藥、消炎藥 是令到你本身的病情,是更加退步得快一點的 雖然你表面覺得,好像沒那麼痛了 發現好像禁止了,又沒那麼水腫了 但是那個本身的病,其實是持續退化 所以很多很多人,結果是搞到要換膝蓋 這個肯定是過去最不好的 它不會一下子就變成這樣 通常都有些問題,去看醫生 一般的看西醫,通常幫你消炎藥、治療藥 還有類固醇,打完這些東西 好了,大家知道類固醇是會破壞蛋白質的組織 我們叫做Negative Nitrogen Balance 它就會令到你消耗蛋白質,消耗軟組織 所以你讓身體繼續退化 以為你接受到好的治療 其實是一直壞,壞到最後不可收拾 骨碰骨了 就唯有去搞這些所謂膝蓋關節,有時的寬關節 很多都是變成這樣 很多都是早期不懂得處理,是搞出這些問題 所以他說,最要大家了解到 當你關節受損的時候 要康復,其實最重要是在運動裡面康復 大部份就不是的,大部份就不需要動 不要再動,不要再行動 接著就施完藥、痴痛藥,做了一輪 他以為休息了之後,挺好的,康復了 因為施完藥、類固醇那些禁了 他覺得不痛,就以為好了 其實在康復的過程裡面,要保持活動是很重要的 就不是單單地躺在床上靜養 結果不動的狀態是不利於真正的康復 這次希望大家要真真正正明白 否則你關節的問題是越來越壞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以為接受了消炎藥、類固醇 止痛藥是一個好的,其實是沒有阻止你退化的進度 你只是繼續懷下去,因為你只用藥掩蓋了它 還有,這篇文章裡面還有很有趣的 有一位是中國的,很多文章在網上看到 中文的資料都不錯 有一位叫戴雪松 這位也是一個醫生 在自己的門診裡面 他經常都是醫治很多這類的 跑步鍛鍊過度而導致膝頭損傷的病人 他每月都有十幾個 但他很有趣,他有兩段時間 人類會特別多 為什麼呢?第一,是什麼時候呢? 他說在每年春夏交接的時間 主要是一些人,很多想減肥的女性 春夏,冬天過了,春天來了,夏天來了 那就開始要穿領衫 就要穿頂衫了,就要穿頂衫了 就不能冬天衫包著你,遮住你的肥肥肉 很多女孩子就要快速減肥 就會去健身房裡面拼命跑,拼命跑 希望一樣之間,把身體的肥肉全部消瘦了 很明顯在跑步機跑得很多 運動力很強,叫做相當失流過蓋 另外一段時間,很多時候出現病會多的 每年是長跑賽時的前後 很多參賽者,當然男性居多 很多時候就為了做賽前的準備 鍛鍊過度,導致身體出現問題 即未跑步已經出現了 其實對於沒有運動基礎的普通人來說 是不適合於這些運動過量非常之大的跑步運動 一般人如果平時沒有跑步運動的習慣 一下子做一些劇力運動,身體是難於負荷的 往往會對膝蓋造成損害 在跑步之前,既然都說一定要有熱身 和循序漸進的階段 不可以說一開始就像之前那些女生為了減肥 所以就在短時間內拼命地跑步 很明顯,要慢慢來 例如有個例子,有個男士 他每天假日跑一跑,每次跑一小時 就是十公里左右 很有規律,堅持五六年 他說我跑步純粹是為了身體健康 很少參加這些比賽 所以速度也不快 跑步習慣了,膝蓋、骨頭、關節都不會痛 而這些膝蓋痛通常都是剛開始 或者跑步姿勢不好 體重過大,或者運動量過大 當然,跑鞋,好的跑鞋 但今時今日,現在跑鞋多到又便宜又正 好像說因為對鞋不好 但也有人建議真正好的跑步 有些地方人用隨腳的跑步 有些資料顯示 隨腳的人的跑步 其實他接觸地面,地氣會更加好 有些幫助 當然,一般人來說 我們腳的腳皮都不夠力 不夠厚 所以很少人都會見到赤腳跑的人 穿更漂亮的鞋 正如剛才所說 當然跑步之前 要做一個簡單的熱身運動 重一鍋鍛鍊是循步前序 不會一開始到很短的時間 去到很盡 一般現身運動都是伸展一下身體 整個身體的伸展是很重要的 通常是慢慢跑 最初是慢慢跑 最初是慢慢跑 不要去到很盡 這就是對跑步的人 有很大的幫助 將這個體度 那個關鍵性 當然這些馬拉松賽 會引發很多人對跑步有興趣 但記住 為健康而跑步的人 是不需要參加馬拉松的 你說去參加 去都可以 大家開開心心一起跑 要慢慢訓練 記住要鍛鍊自己 也要看自己的能力 有時炒一半也無所謂 跑慢一點也無所謂 只要參加 你發覺每次跑步後 經常都東送西痛 當然是一個警號 需要自己留意一下 調節一下 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好 這一節時間也差不多了 待會我們繼續回來 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跑步到底是否相失蓋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氯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三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來 我們今天的題目 跑步到底是否相失蓋 余醫生 先前兩節我們已經很了解到 正確的跑步 其實有了健康 也有了關節的潤滑 只是過腦 好的 在你臨床上 應該都處理了很多這類型的病人 有沒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 相信大家都聽過我們以前介紹過 一個蘇聯太空科技 我們叫做太空小寧症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電池運作 一個很聰明的密充機 是 一個電療機 一個很小的 小到差不多 以前最小的手機 現在手機就不會太小了 那個螢幕要大的 這個大約是十五年前 當時我就開始研發 就是來製造一個太空小寧症 我就去參加了一個踩單車的運動 可以這樣說 我相信香港人小時候都踩單車的 我們小時候說踩單車 駕單車 有時候有單車租的 小時候有很多駕車譜 在家附近 踩單車的 你知道了 踩到差不多 我們都不太大機會再踩 但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都要踩 有時候有個同學借了單車給我 我踩了一段時間 但接著呢 好幾十年都沒有踩單車的 突然之間可能 大家興之勃勃 可能忠然 都要做運動 我和我弟弟就參加了 香港的單車會 會定期去踩單車的 當然呢 我又入了單車會 看到人的單車很漂亮 跟以前那些 小時候玩租的很不同 我又買了一輛單車 突然之間參加了 在單車會 安排在中國 好像廣州那些地方 應該是深圳那些地方 舉行一個 100公里的單車比賽 我和我弟弟倆 買了一輛單車 我弟弟就買過 普通的行車 很漂亮的 樣子是漂亮的 但不是真的 很好的運動 運動的單車 我買了一輛闊 很肥的 是上山的 所以這輛車很大 我和我同學 在半夜山間 在森林裡 就踩單車 他站在後面 我兩個人看著天 看著它踩 所以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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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回來之後 就買一輛這些 當然現在的很漂亮 那些 mountain bike 但當時的比賽 不是上山 只是平路 所有單車 根本都不適宜 不要緊 很久沒有踩過 我和我弟弟 就參加了這個 這個城市 就開始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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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這是100公里 然後沿途又下雨了 那就沒所謂了 其實單車少少雨 下雨就要踩踩 但是呢 因為我們根本從來 都沒有受過這些訓練 踩到最後 膝頭的筋是痛的 開始痛的 痛到最後 根本就踩不下去了 結果呢 我手上呢 我就有個巴西蘑菇 我吃過 巴西蘑菇 我也跟大家介紹過 一個長壽村的食物 營養豐富 以及可以對癌症 醫療 那個預防都很好 那我就一直 就吃著巴西蘑菇 粉 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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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踩不下去 那怎麼辦呢 那又不放棄了 是吧 結果呢 當時我就帶著那個 那個小的太空小靈精 我就在這裏呢 在這裏呢 就是停下呢 就電一下它 就是很簡單 太空小靈精的運用呢 就是你哪裏痛 最痛的地方是壓痛點 通常是筋的地方來的 不是肌肉 不是皮膚的 那你筋的地方 你按下去呢 一按下去呢 它就會嘩吐 就是壓痛點 你會成縮起來的 你不想被人按的 這個就是你要治療的地方 那麼太空小靈精 是要這樣利用 是要這樣用的 你找到一些壓痛點 那些筋膜的 筋膜的那些 折骨的地方呢 有些發炎了 那你就拿小靈精一按下去電 那我電它大概 兩三分鐘 每個地方這樣兩三分鐘 那電完了之後呢 咦 又可以繼續踩路 那又繼續踩踩踩踩踩踩踩 那又在那裡 再痛回了 我又停一停 那小靈精一按下去 這樣電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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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那當時呢 在一個下雨之下呢 我都是給我完成了一個 一百公里 哈哈 那當然呢 對那些 經常踩踩的人 就是一百公里 那一百公里 對我們那些 單車的那個 設備又不對的 有幾十年沒有踩 沒有真正正好好踩的單車 那當然呢 這個是一個 一個是苦差來的 那我弟弟的運動能力比我強的 他以前那些做那些 做那些打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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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拿四個手指做push up的那些人 那但是他結果他都放棄了 因為他又沒有穿著那些 那些涼鞋 那些 我們那時候什麼都不懂的 就貪得去玩一下 那結果呢 我就用那個小靈精 就去 就是令到我呢 完成了一百公里的 的單車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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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小靈精我做不到的 那 那 我 大家介紹過很多次給大家 這個小靈精 對那些關節炎是好 效果是很驚人的 那 那 那最近呢 大概都在年齡之前 那我就去東京 那去參加一個健康美食的節目 那 那 那我先去探訪一下地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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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 那 那麼 那 你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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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旅行都带着和他療法的三十六隻療劑 我带了在那裡,就直接拿起,叫他吃 當時我給他馬前置 他吃了之後,因為我看見他怎樣? 他經常進廁所 我們去餐館去餐館,他經常要去廁所 我知有問題 就知道他搞痛,想急急,又安排不了 這就是馬前置的症狀 大家也學過和他療法 譬如我們很多學生都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一聽就知道,這個症狀是馬前置的症狀 我給他吃了之後,就立即不痛了 立即肚子立即舒服了,很快而已,幾分鐘的事 但是他的腳還拐著 當時我身上好像沒有帶著 我說不要緊,回去酒店,我會幫你做個治療 其實這個朋友是在加拿大 我的加拿大朋友都買了給他 他的先生是打 golf的 當然是小型精,非常之好 介紹了他的打 golf的朋友 這位朋友呢 他自己就在Calgary有開旅行社的 他很多的同事,每個人都經常坐在那裡 做文書工作,對著電腦,當然有些東痛西痛 他們都買了幾架 但很明顯,他又不是很適用在自己身上 始終很多人是買了之後,是不適用的 這是我們最近的發言 小型精是這麼好的工具,但你始終適用的嘛 好了,我結果在Impiry Hotel 在房間裡,我就幫他做了治療 原來他的右膝蓋是痛的 他說他不可以蹲下的 當然,走樓梯有問題,蹲下的問題 我就幫他找,手法就是這樣 找壓痛點 小型精裡面都有說明書 講出膝蓋壓痛點大概是什麼地方 你就去那裡找 我幫他大概找,通常是三個地方 三四個地方,三到五個地方 我每個地方就用小型精壓下去 記住要壓下去做 做他兩分鐘、三分鐘 動一下他,壓下去,動一下他 做完之後大概十分鐘左右 最多都是五分鐘、十分鐘 他立即可以痛,差不多百分之八百九九 而且他可以蹲下,完全沒事了 只可以走回走,完全沒問題了 好了,這個都是成年紀之前的事 他說,你記住了,你自己買了四年精 你自己懂得用吧,繼續用吧 大概一年度之前 我又是去東京 又是另外一個 我經常去那邊探討地方 看到他跟他老公下雨 拿著一把傘 就走上一個廟宇 就像香港的大佛一樣 要爬上樓梯級的 我看到他爬得很好 下雨,拿著一把大傘 兩夫妻這樣走走走走 我就會問他 我說,喂,Maggie 你膝蓉哥現在怎樣 他說,沒事了,已經痊癒了 沒有再痛了 我問他,你自己繼續做了多少次 因為他有腳機 我示範了給你,應該怎樣做 你自己繼續做 竟然他跟我說,我沒再做過了 只是你幫他做了一次 他自己也沒再做 他沒再做過 他認為夠好 可以走走,可以再蹲 沒有再理會了 因而之後的時候 我就遇到他 那我就好奇 我問Maggie 到底你的膝蓋痛了多久 就是一次的 我帶了兩年多 我聽了之後,我都呆了 那這樣就行了 我不知道是那麼厲害 因为痛了两年多,我做过一次治疗,竟然他就不用再做 其实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小灵晶就好像,他就不是帮你止痛、消炎的 其实他调整你的治疗神经系统 代表神经用车的比例,这辆车经常不用 或者以前的车,就会浪费油的,没有力量浪费油 小灵晶就好像驾车帮你浪费油 你把治疗神经系统教他如何处理,身体就会继续好 为什么小灵晶跟一般的密充机是很不同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很聪明的,有一个电脑的chip 是跟身体懂得沟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很多运动员都会用,很多运动员要加强运动能力 以及它处理在运动场上出现的问题 你记得小灵晶是很小的,就好像一个网球拍的手柄 大概5寸左右,5寸多的,像网球拍那样大的 这个是随身可以戴的,是吧? 你运动的时候,你还没随身戴着 所以当时可以帮忙,订阅根基,订阅肌肉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小灵晶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所以在我们处理的膝蓋的问题里面 我们基本上,中的小灵晶都可以很快改善它的问题 但是呢,如果有些是,譬如是吕风湿,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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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自身面的问题 像刚刚所说的蛹毛那种这样的炎症 那这个就不是,小灵晶就是不足够 只是在那个膝蓋的位置去做 当然你做好之后,它会舒服些,是 但这个呢,如果你要小灵晶,我要做脊椎了,是,是,是, 但当然了,我有很多其他的好的工具 譬如我们会有这些营养素,大家都听过了 Glucosamine,骨胶原这类的问题 Collagen,骨胶原,MSM,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一些则牢损性的关节很有帮助的 还有姜黄粉,鱼油,这些这样的,还有是那个酵素 尤其是那些凤梨酵素,那这些是一种是一种消炎的工具 那当然了,我遇到一些,譬如,不是只是种 盗损性简单的那些,那我就会用同学疗法疗剂 那除了之外呢,我们公司也有一些是叫做微循环的治疗 因为身体的循环系统好,其实什么病都应得到的 如果身体的循环系统差,康复就有困难的了 好了,那他们呢,我们通常呢,就会建议他们 就会接受治疗,那除了那个同学疗剂 对,同学疗剂要对症下药的 如果大家,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用 所以我现在开了班,开了几年了 那我们很多的学生呢,都成过百的了 已经学过我们同学疗剂的配药的方法 那我会用同学疗剂,那会用那个微循环 那还有一个就是频道治疗 那频道治疗呢,我们在299集那里呢 就跟大家分享过的 那当然频道治疗呢,最出名的应用呢 就是用在癌症那方面 Dr. Roy Rife 的治疗 那关于这个治疗呢 这个书籍呢,没有中文翻译本 但是英文书呢,我们在健康店都有的 那大家想了解这个工具的背景 那当然呢,频道治疗呢,不只是处理癌症 其实什么病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帮助 那在我们医疗里面呢,我也是 经常很强调,尽量用一些 最高等级的就是能量医疗 嗯,比如那个小灵精也是 一种电的能量 它不是一种化学药的 那苏联为什么要研究这件事呢 就是它想太空人在太空漫游工作的时候呢 有病就不要用一些吃化学药 嗯,是吧 一化学药吃了之后呢 那个尿液就污染了 那尿液就不能再用了 那所以它就发明了这个太空小灵精 那所以呢,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关节,尤其是膝头的关节的问题呢 嗯,我们有很好的 我们的疗效呢,是是惊人的 就是当然了,有时候都在小时候 不是不要要求呢,就每次一次过就搞定 嗯,不是过都是这样的 是,当然是 那么那个膝关节 那么,跟那个跑步 我们今天很多谢袁衍生 跟我们的那个分享,介绍了 那么,在处理方法那边呢 也都可以有呢,外用的方法呢 可以用太空消灵精啊 那个微循环啊 那个频率治疗 那么,在内服那方面呢 也都可以加强回 我们用那些骨胶原啊 軟骨素的Collagen啊 姜黄粉啊 MSM啊,这些 这些的产品呢 全部都在我们陆创意健康店那里呢 是有得出售的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是预防性于治疗的 其实都是 适量的运动加上 适量的营养补充剂呢 就可以令到大家呢 就可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的了 OK 好,今天多谢了 大家好,袁先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的 电话是25773798 而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听 拜拜